現在大家進來了之後 註冊好之後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一堆飯本 有對不對 嗯 你想不開的就點下去吧 這個時候點下去它會從網路上把那個飯本下載下來 也就是說軟體在你電腦 可是這些飯本還是在雲端 那它一段時間就會怎麼樣 就會更新 那這邊呢它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麼左手邊呢 左手邊它有幫我們做好分門別列 那VIP的應該知道你沒有收到邀請就不用進去吧 好這裡啊 進去不是說不能進去喔 是進去看的你也不能用啊 那火地呢 所以呢 你就看一下左手邊這邊 它有幫你做一些分門別列 你先跳一下有沒有你喜歡的 有的你就點一下它就會下載下來 就會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就可以看 但是說真的 做動畫 你現在看到這些飯本 每一個飯本的製作的手法都不一樣 因為都不同能做的 所以通常用這種軟體 老實說我不見得會用飯本 因為這種飯本反而是卡卡的 待會我們進去看就知道 現在我的下載完了 那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突然 又感覺 Active Planner又來了 蛤? PowerPoint又來了有沒有 哎呀 早知道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說 兩點半之前我們就可以回家了吧 時間走 有沒有有點熟悉感 所以 以後國小不要教太多 教拋問就好 因為以後軟體都是這樣 你不覺得這樣你用起來很熟悉很快嗎 很快就入門啊 那你看一下下面這個 可以拉動時間走 有沒有就是一個動畫的 對不對 下面是那個時間走還有塗層嘛 那你可以直接play看看也可以 點下去play一下 它有的有動畫有音樂 這樣OK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剛剛下載那麼久 因為這個比較長 好那另外呢 它的工具都在哪裡 右手邊 您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相關的工具都在這邊 這裡 那你點了哪一個工具 它的屬性就出現在右手邊 所以介面我講完了 這樣會不會老師覺得 以後上課很難上 好 因為小朋友隨便用也會 真的真的 現在就是軟體 我們需要簡單一點 對不對 好 這樣有概念了之後 我們真的不要用範本 我們自己來做看看 好不好 好 你看這邊 我先稍微再介紹一下 好的 來這邊 您看一下這裡有圖片 有沒有 圖片 有沒有內建的一些圖褲 一樣有 那也幫你做好分門別類 而且這些都是什麼 跟各位平常在Office裡面 那個叫做美工圖褲一樣 都是區配好的 點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都是區配好的向量的 放大縮小不實證 好 這是一個 文字沒有問題 文字在這邊 它也有一些 預設的樣式 讓你去挑 好 那如果你要增加 這個我們再講 那另外有一個 它比較特殊 就是叫做角色 這個是一般Office裡面 比較沒用的 什麼是角色呢 就是你一個人 我們現在用免費版 你總共應該是有九個吧 有沒有 免費版有九個角色可以用 它這個角色就是 你點進去了 比如說像剛剛這位 點進去 有沒有 這個 阿捏 說話 得色 得色是什麼 不知道 哈哈 那你要他走路 滑過去 有沒有就走路 同一個人物 但是是不是有不同的動作 這叫做角色 你看Office裡面是沒有這種 對嗎 所以你要他 好我要他慢慢走 好吧 你就點一下 他就進來啦 有沒有動畫就進來了 放大縮小不失真 好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 你會Flash的話 它還有一個優點 你可以自定義角色 你把Flash的東西叫進來就好 因為它其實這條軟體也是Flash 好也是Flash 基底的部分 這是它一個最大的優點 那另外下面這邊啊 動畫組件 這也是後面這幾個版本增加的 也就是說 我不太會做沒關係啊 反正你看 有文字的 有這個的 那你就把你的 要的愛心放進來 這樣就有了耶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有個動畫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老師應該知道 今天怎麼很不會呢 哈哈 真的真的 像這裡 然後呢 再往下走 效果 效果 這個 也有很多 你看這裡 今天下雨嘛 你看你要哪一種下雨的效果 點一下 你看喔 放大一點 有沒有再下雨了 你用Flash做還要花更多時間耶 這些是不是圖褲都把你準備好了 你做的就是排列組合而已 所以那對號方塊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比較OK的 然後另外這邊 這音樂啊 你要插錄影片啊 都可以 它也有另外獨立的Flash 所以我剛剛講 它的基底其實是Flash 好 所以你從這裡面呢 就可以找到很多 你看點進來 好 這裡有一個囉 有沒有看到很多魚在游了 對不對 那下面這邊還有 甚至連那個什麼 喔 這連數學士都有 這些公式你要打也可以 這樣我講完了 好像應該就交代完成了吧 工具很多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說我們要的就是簡單嗎 簡單但是你要有效果 那這個就很容易做出來 好 那各位 這樣待會開空白的 有沒有信心呢 有信心的齁 好